在今天这节思维漫游我们进一步看一看所谓的这种主权这个概念在20世纪在21世纪逐渐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定义或者什么样的外含和内含 从前面几节我们看到主权这个概念实际上它是经过了一个历史的演变 从最早期的这种宗教控制到最后是宗教和君主之间的这种争夺 最后变成一个这个Westphalian system就是191648年的那个那样的形成那么一个体系 这个体系实际上就是一直呢逐渐逐渐就是演变到今天 从历史上来讲呢这个主权的概念基本就是不外乎就是一个authority 就是一个权威的概念所谓的authority就是这个权威到底是怎么样得到的 或者是由谁来承认而这个权威的承认一定是双向的 这个双向的意思就是说我是君主我来管你 你也一定要接受这个君主因为如果他不接受的话 显然这个这个君主和臣民之宴的关系是不固定的 那就会随时出现任何各种各样的其他的情况 那么这种这种双向的定定这种双向的协约 实际上我们在前面讲过Russault讲过Thomas Hobbes 一种概念的叫社会契约 就是这种社会契约实际上很少有真正的用明文规定 但是是一种大家的共识 还有一些呢是基于所谓的natural law 就是在这种人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自然的相处的时候 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接受一个上面有一个人来统治 因为这统治就可以维图秩序 这个呢实际上本身呢是社会契约的一个出行 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这种主权的概念呢 就是来自于所谓的这个divine mandate 就是说我是上帝指派来的 像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沙皇体制 或者是法国大革命那种 法国大革命前的那种国王体制 或者是在这个欧洲其他的君主 他很多他就是claim divine right to rule 这种divine rule divine right to rule 就是说我可以去当你们的统治者 当你们的君主 是因为我有这个神授我神授给我的这么一个right 当然这纯粹都是胡扯 因为他们实际上之所以能够能够这个当统治者 是一定在他的历史上有这么一个过程 这过程是因为他的祖上或祖上的祖上 曾经是在这某种意义上最后就得到了这个最高君主权 然后他就利用这种神授的这个概念来来来支撑他的正当性 那以其紧密相关的那就是一个继承计成法 那就是这个父亲完了以后 儿子儿子完了孙子 这种血脉继承 血脉继承实际上是在欧洲 在这个中国 在中国各个朝代 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方法 那么血脉继承和神授权 君主有权力 这种主权实际上是本身互相刚才说了非常紧密相关的 像中国的这个这个皇帝 就是上天或者是天子 天上给他的什么 上都都有带有一种隐隐约约的那种宗教色彩 只不过中国当时没有那种传统的那种基督教 那么演变到这个二世纪 十九世纪末二世纪初 逐渐就出现了所谓的这种宪法体制 那宪法体制就是基本就是进入了今天的现代民主社会的这种主权的概念 那在这样的一个主权的概念 后面呢就还有一个随着现代化的这个就是二十世纪现代化的进展 出现了一种就是国际法上也可以去定义主权 主权就是很多国家的主权上是通过国际法来从外围签订的 签订的 那么不管怎么定义这个主权国家的一个主权 因为这个国家的概念我们看就是从这个过去两三百年逐渐转形成的 他是从宗教的影响着剥离开的这么一个概念 那么国家主权的这个概念 某种意义上就是在这个领土内的最高权力 所谓主权就是在这块地上我有最高权力 那么这种最高权力就是最高的政治权力 法律权力和什么什么和这种这个这个什么各种各样的权力 使我呢有绝对的最终的发言权 那么在这个今天的这个这种现代化的这种主权概念 显然我们前面已经提到和中世纪以前的主权概念是不一样的 那时候主权概念是非常多层次 非常混乱非常模糊的 因为那时候的主权有的是由皇帝 由国王定的 有的是由这个教皇定的 有的是由各种各样的王子互相的 之间的这种不同的宗教 各种这种什么还有 甚至还有一些地方 还有这种那种当地的贵族 他决定在我这块地方 我就有主权 还有些附属国 附属国的那个附属国王 他在他的领土内有他有他的主权 当然他同时他还依附于上面的一个更高的 而这些东西呢都在这个过去这两三百年 两百多年三百年 逐渐全变成了 演变成今天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 这种国家的主权的概念 而这种国家的主权 实际上还有一个层次呢 就是通过国际法来定义 所谓的这种 就是定义这种主权的外围 因为什么呢 就是等于按照国际法 今天的国际法来定义主权 基本就是说我要画一条国界 这个国界以内是你的主权 国界以外是不属于你的主权 而国界以外的人不应该去干涉 或者是参加国内的 这个国境线以内的任何事情 至少说你可以参加 但是最后发言权不是你 是这个国境线内的一个主权的最后发言权 或者是他的法律 他的发言 他的这个决定是最终的 你在你如果进入这个地方了 那你就你进入他的国界 那你就要听他的 而不是听你的国界里面 你的主权的概念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国际法的概念 我们能看出来 就是一个主权 从这样的一个定义 它是等于是大家承认的角度来定义 就是说你这个国家是否有主权 取决于你这国家以外的人 是不是接受你有这个主权 而且承认你的宪法的独立性 就是你的宪法和你的法律的独立性 就如果大家不接受不承认的话 那你自己声称你有主权 实际上你的主权不是一个真正站得稳 因为大家不承认 大家照样可以进来 就好像说像那个no trespassing 在美国很多的这个家里 有的人家里后院 有人的流动 步行人比较多的时候 他在那后院放一小牌子 no trespassing no trespassing就是不可侵入 这个商是美国是有法律依据的 在我家的这小块后院里 这小块土地 我有我的主权 当然这个这个主权 就在我这后院这块地上 那这块地上就是 等于是我 你不能进来 当然我不能把我这个 这个no trespassing 随便插到我的邻居 那个那个院里 说no trespassing 我不许他进 那不是你的事 那是邻居的事 所以这个呢 本身就从某种意义上 就决定了主权的 这种外延 是取决于 别人是否承认 你有这个权利 同时呢 也承认你的法律 有你自己法律的独立性 如果这两点没有的话 你自己广是声称 你有主权 不一定能够被大家接受 那你不是真正的主权 那这个实际上 这些概念 都是某种意义上 是来源于1648年的 Westphalia Treaty of Westphalia 就是那个公约 或者是那个系统 那么这个系统的 基本的这个框架 我们前面讲过 就是首先把宗教和这个统治权 宗教管理权 宗教精神层次和物质层次分开 然后呢 这个主权呢 是属于国王 或属于君主 而不属于宗教 所以所以呢 这个本身呢 就是等于是说 这是第一 第二呢 Westphalia system 就是说一个主权 国家的内部事务 不应该受到 另一个主权国家 或者是受到外来事务的 外来势力的影响 OK 只能就是我自己的 在这圈里 就是我自己的事 那么这样的一个感觉 这样的一个定义 或者这样的一个 基本结构上 就是过去这个世界到今天 大部分的全世界 大部分的主权国家 形成的基本框架 就是就是这样 我在我这国土内 我的主权是我的 别人不能影响 不能干涉 那么想一想 就是今天世界150多个国家 还是180个国家 就去看你怎么分 100多个国家 把这100多国家 可以说大部分国家 变成了一个主权国家 也就是在过去 这100年以内 甚至可以说就是过去六七十年 像这个非洲的很多国家 南美洲的很多国家 过去都是殖民地 当然欧洲的会稍微早一点 其实是欧洲 实际上像今天的德国 今天的捷克 今天的波兰 今天的这个什么匈牙利 这些国家 波罗的海的那几个国家 芬兰 这都是100多年前才有的 以前都是没有 他们都是各种各样的那种 上网上有各种 在这个YouTube上 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动画 就是看那个欧洲的那个版图 在怎么演变过去几千年 那就是一天早上在变 就是一会儿是属于这国家 也属于那国家 所以这种所谓主权国家 它不是一个恒定的概念 不是在历史上 就是这么大 就是这么大 看看中国的版图 实际上也是一样 中国过去几千年的版图 可以是说是一直在变化 当然它的中心是围绕着 这个两河流域 长江黄河 这两个大的河流中间的 这种中原地带 是它的核心 但是它的外延 它的西藏 它的新疆 它的东三省 它的这个什么 甚至到云南 甚至到这个广东 这都是它后来 慢慢进入中国的版图 可是在以前都不是 包括当然 你版图里曾经还有 可以说附属国 还包括越南 包括什么朝鲜之类的 但是呢 所以这个sovereign state 就是这种主权国家 这个概念 本身就是这么慢慢形成的 而在这个形成过程 出现很多不同的因素 使这个概念 受到一定的冲击 一个主要的 比较主要的是两个 一个呢 是19世纪 20世纪的这种各种殖民 实际上18世纪就开始 就是美国的殖民 这个什么西班牙的殖民 法国殖民 各个欧洲到 到亚洲 到这个 到这个非洲的 各种各样的殖民 因为殖民实际上本身就等于是把这个主权国家的概念给打 给打乱了 因为实际上 这个大家知道 这个这个什么这个 印度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 然后是这个什么中国是香港曾经是被这个 不能说是殖民吧 被租约吧 但是在非洲好多好多国家 今天的国家都是在近几十年形成 在那以前都是殖民 那么殖民地的这个概念 殖民的概念 就产生了很多这种灰色地带 就是这样的灰色地带 并不是真正的主权 它只是一个殖民地 把它主权国家 把它这块地方占了 然后利用这块地方去 得到它的自然资源 然后呢 把自然资源带回去 就是mercantilism mercantilism上就是一种 就是这种商业 纯商经济 英国尤其在这里是比较领先的 但是呢 但是这个呢 上对于这个 Westphalia system 实际上是一种扰乱 或者是一种破坏 但是呢 Westphalia system 随着时间的延续 到了二十世纪中叶 实际上这个各种各样的殖民 就开始慢慢慢慢就退出世界舞台 大家看看今天 这个几乎是非洲的所有的国家 美洲很多的国家 亚洲很多的国家 包括新加坡 包括什么印度 包括什么这些地方 马来西亚 这都是由过去的殖民地 逐渐逐渐演变成了主权国家 还有一个呢 对主权的这个概念的一个侵犯 或者一个破坏 就是两次世界大战 两次世界大战上 基本都是发生在一个所谓的主权国家 被另一个主权国家侵犯 OK 也要侵犯 那比如说波兰 被德国侵犯 或捷克被什么 被德国人侵犯 然后这个什么奥地利 被他吞并 实际上这好像是感觉上是有什么 基特勒各种各样借口 但实际上都是一个主权 被另一个主权推破 吞并 那么今天乌克兰这个主权国家 被俄罗斯正在进行吞并的过程中 这也是一个主权 被另一个主权吞并 那这些东西都是违背了 Westphalia System的基本的框架 但是呢 随着这个冷战的结束 随着或者是随着二战的结束 进入冷战 冷战以后 慢慢进入这个 今天的二十世纪 二十世纪上 Westphalia System这种国家主权的概念 已经基本达到了 它的最终的一个阶段 就是一个主权国家的定义 非常清楚 就是在这个国界内 它的政府有最高权力 尽管这个政府后面 我们会看 可能有破坏人权的 缺德的 或者是破坏人的 道德底线的一些行为 但是它拥有它的主权 那么这个主权的 这个定义 看怎么看 那我也就是这个主权情况下 怎么去处置 处置这样的方 这种情况 这个我们后面会讲 那么在今天呢 实际上 主权呢 本身呢 首先我们说了 欧洲的各种殖民地的 这种殖民方式 已经基本没有了 在今天到二十世纪中叶 到今天 过去的几十年 欧洲的这种殖民地的 这种跨掘非主权形式的 这种国家的形式 已经基本从地球上消失了 基本上 这是一个 再一个呢 当然二战已经结束 二战结束 所有主权的概念 大家也很清晰了 但是呢 这个主权的概念 实际上呢 在二战结束的 这个联合国的宪章里面 就是在那个时候 就已经把它很清晰的定义了 联合国的宪章 就是任何一个国家 不能在 在这个一个主权国家 不应该去侵犯 或者是攻击 或者是侵占 另一个政治上独立和 和这个领处上 有完整性的主权国家 一个国家不应该去侵占 另一个国家 这是联合国宪章说的 而且联合国宪章说的 很清楚 就是一个国家不应该干扰 就是一个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 不应该受到外来势力的干扰 这听听我们今天是不是很熟悉 OK 这就实际上就是 今天是在中共用的非常多的一个词 就是我们在里面干什么缺德事 你们不能管 因为我是主权国家 我们后面会谈这个问题 所以这是联合国宪章里面的一个基本的定调 就是主权国家不应该受别人想 这个实际上本身就是Westphalia的一个延续 只不过是通过联合国的一个宪章的方法 联合国的一个宣言的方法 把它更明细化 而今天的现代的这种国家主权的概念上 包括了好几个方面 我们前面已经讲 讲过这几个方面的这种定义 但是我们今天的从具体上就讲 这个国家主权 在今天的这个现代世界上的各国家 有什么样的方向 有什么样的方面来定义 一个就是谁拥有这个主权 那拥有主权 最我们最熟悉的 那就是像西方的这种 这种现代的民主体制的主权 因为这样的一个国家的主权 像他主权不在一个人身上 而是在他的法律上 在他的宪法上 比如像美国的宪法 或者是像欧洲很多国家 他就是他的宪法规定了一整套的完整的法律 这个法律是最高的 所有的这个 不管你这个这个国家 是你是国家的总统 还是你国家的平民臣民 大家都服从于这个共同的法律 所以这个宪法某种意义上 从从从名义上 就成为了这个国家的最高主权 尽管的宪法不是一日人 是一个文党 但是这个文党成为最高的主权 这是西方民主体制的一个特征 就是他的他的所谓法制 就是这个制度的制 我用过法制制定一个制度 这个本身是你的最高主权 那么还有呢 就像俄罗斯这种 就是这种寡头主权 所谓寡头主权 就是等于一帮人 这么一伙人 掌握国家的财富 控制这国家的最终发言权 然后上面站着一个人 上面坐着一个人 就是普京 OK 实际上这个主权呢 基本就是围绕着普京 形成这么一些寡头 这些寡头 本身控制国家的所有的财富 对这个国家有决定性 因为你可以想象 现在在俄罗斯 你说我组织一个什么党 我跟普京对着干 说是我们什么俄罗斯 那上跟中国差不多 就是你 中国上某种也是这样 也是类似的概念 就是上是一个独裁 就整寡头政权和独裁体制 像中国的中共和纳粹 和什么莫索里尼 和什么当时这些 这几个这样的一种寡头 或者是独裁的这种政党的 这种体制 实际上都是类似的 基本就是说 他没有一个完整的宪法的最高性 他有宪法 宪法说的还很漂亮 OK 中国宪法第35条 有言论自由 你今天中国 你试试言论自由 你看你能不能有言论自由 所以这个东西呢 实际上最后呢 就是还是他制定法律 来执政理 整理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这个Kyle Schmidt讲的 这是in a state of exception 就是他有在宪法之外 去干这个制定 专门制你的那些 那个最高权力 他可以随时 他说什么就是法律 这是一种政权的格式 就是这种寡头政权和专制独裁政权 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呢 是军政府 就是Huntas 或者叫Juntas Huntas 这就是比较比较 比较另外一种悲惨的形式 像今天的Chad 扎德 今天的玛利 今天的苏丹 今天的缅甸 这都是军人政权 军政府 OK 就是等于一帮军人 控制这国家最高性质 那枪杆子里出政权 像毛泽东那时候 早期可以说 基本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就是有钱的 有枪的人 控制这国家的主权 还有一种呢 是神权 就是theocracy theocracy神权 就是今天的沙特阿拉伯 今天的阿富汗的塔利班 今天的伊朗 今天的野门 还有今天的梵体冈 梵体冈当然 它本身是比较有点特殊性的 它是 它是 它是一个那种 就是一种 不能说是一个 不能说是一个国家 但是它是一个sovereign 它是一个主权个体 但是像沙特阿拉伯 像阿富汗 像什么伊朗 像什么这 这些都是神 他的神权 他的伊斯兰神权 是他的最高位置 那这几天不是发生了 这个 这个 Solman Rushdie 就是那个 很有名的一个英国的 上次一个穆斯林的一个作者 写了一个小说 结果这小说 叫The Satanic Verses 结果这小说是 对伊斯兰教有一些不敬 OK 结果是 赫梅尼 对 克梅尼 克梅尼在的时候 就下了发 发发 就是伊斯兰的那个 就是对你的追杀令 下了发发以后 这一晃 这就是一九七几年的事 一九八几年 还是九几年 我都记不清楚了 几十年过去 结果还是有人来杀的 所以想这宗教这种 这种就是这种 中世纪的这种宗教的这种 这种力量 现在想起来 真是令人 令人这个 叫什么毛骨悚然啊 这些东西实际上是 这就是宗教的力量 也代表着宗教本身 给一个社会带来的一种邪恶 那么这种 这是一种 就是不同的这种 主权的 也是谁来掌握 可以有独裁 可以有神权 可以有军权 可以有这种 民主的这种宪法体制 那么这种权力 主权的绝对性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 这种绝对 到底是什么程度 当然你回到中世纪 回到早期 那马卡维利说了 你作为一个主权的掌握者 你的prince 上就是一个主权掌握者了 You don't have to be good OK 就是你并不一定是一个好人 但是你一定是一个最高权力的人 你可以让别人害怕你 然后你需要做什么 就得做什么 那就是说 为达目的 你可以不拒手段 这个什么 这个不择手段 而像Hobbs讲的 主权呢 必须是绝对的 因为你没有这样一个绝对主权 你就会进入丛林法则 就会进入自然状态 而这些概念 实际上都是随着时间 进入20世纪 到了今天 实际上都在逐渐的变化 当然像这样的概念 仍然在世界上 有人在信奉 就说我并不 我要当着绝对主权 我一定要有铁腕 我要有枪杆 我要控制住你 然后我才能使这国家稳定 稳定压倒一切 这今天有 但是在一个 在一个开放的社会 民主社会上 这些概念 都今天都已经基本可以说 被否定了 尽管他后面的这些道理 大家都不是完全否定 但是他的这种形式已经被否定 那么这是一个 主权的内部和外部的这种框架 可以说最简单的 就是你的领土在什么位置 你国界在什么地方 你的人画的什么位置 在这个国界为主 上面生活的所有的人 是你的公民 拿你的护照的话 都是你主权范围之内 当然如果在你这生活 只是一个guess 只是一个客人 那是另外一码事 然后谁是主权的掌握者 和你的主权被谁承认 如果你这些都有了 那你就成为一个完整的主权 如果大家不承认你的话 你比如说你到太平洋 或者什么哪上找一个小岛 然后这小岛上没人 你夸插一个旗子 自己拿个毛笔画个旗子 你说我就是这个小岛的主权 对不起 有可能这岛别人也认为是他的 你站在这 这说话这块地方 可能别人不承认你 那你照样没用 OK 那就主权纠纷 中国和日本之间的钓鱼岛的纠纷 中国和台湾之间的就主权的问题 中国和好多其他的这个什么 和印度和什么的 这都存在类似的问题 就是你认为这块地是你的 你有权主权 但是实际上别人 你的邻居 他认为他也有互相不承认 那这就是这个事就麻烦了 而主权本身呢 也是现代政治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单元 所谓单元就是说 现代政治所谓的任何一个主权国家 他一定有一个政治团体的 对这个国家有一个管理权统治权 那这样一个团体 他一定是一个单一的 是一个联合在一起的 同时呢 他是在在他的领土范围之内 有他的政治权利 然后呢 他这个所有的政治 然后这个单一的和这个联合在一起的 这么一个政治团体来统治这个国家 当然这个政治团体 或者是一个 当然这个政治不一定是政党 有可能是当时的 比如说这个执行部门和什么立法部门 不同的政府的branch 但是不管怎么样 就是一个很清晰的一个结构在上面 是由政治过程形成的这么一个结构 来管理这个国家 他就是这个国家的主权的执行人 或者是主权的实施人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 实施这个主权的这个entity 就是一个最高主权 就是一个最高的authority 最高的权利 因为他通过这个体制 不管这个体制是通过宪法形成的 还是通过神权形成的 还是通过枪杆形成的 他至少在这里面有他的最高的权利 而这样的一个最高的权利 实际上基本就是说你必须得听 可能基本就是说你要不听 你就进监狱 OK我就把你抓起来 当然你要我是以宪法为最高权利 围绕宪法的实施的这个组织 这个执法部门 什么立法部门 那你违背了宪法 那你就要被判刑 就要送进监狱 当然还有一个呢 我而是独裁 我认为我就是今天的主权 那你要是不听我的 你对我说有不敬的地方 我可以把你送监狱 我管你什么法律不法律 我说了就进监狱 所以不管怎么样 这都是某一种程度的 主权的一种形式的呈现 所以在二十世纪 二十一世纪 今天二十世纪 可以说一个国家的主权 基本的定义 从现在来讲 就是一个地理定位 就是一个国界定位 那么这个呢 实际上是基本可以说 就是说只要你在这个国内 国界内 那就是本身你就在形成 你是在一个某一个主权之下 就是在这个国界内的主权之下 然后呢 你如果是在这个国界下的 护照的公民 那你就是受这个国界内的主权的管制 或者是统治 那么我们看一看今天的欧盟 今天的联合国 某种意义上呢 它有很多很多的主权国家组成 而每一个主权国家 实际上它的定义都是很清晰 就是以国界为定义 这就是今天的这个主权的概念 而和过去主权上就是 主权认为就是已经非常非常清楚 那么这种主权的绝对性 或者是主权的非决定性 本身呢 有一定的解释 就是有一定的模糊性 或者是有一定的这种 不是零和一了 所谓的决定性 就是你如果是绝对主权 那这主权在你这个国界内的一切的一切 没有任何可商量的 都是由这个主权来定 而非决定性的 就是你在这国界国界内呢 你有一定的某些事情 你有主权 但是不是所有的事情 比如说欧盟 我们知道今天的欧盟 实际上欧盟是 它底下的每一个国家都有它的主权 但是它的主权是不绝对的 因为它的成员国的主权 在对它自己的国家的国防 有绝对的主权 但是在其他方面 比如说更最重要的 就是它的这个货币政策 它的外贸政策 它的社会福利政策 它的主权都已经放出去了 就是你如果是欧盟的成员 在这几个关键的 这种在核心的过去的 所谓的主权的 绝对主权下面 都属于你的权利 实际上你已经放给了欧盟 就是你的货币政策 你的这个什么 什么这个这个贸易政策 和你的什么社会福利 福利政策 但是当这个主权 是属于这个主权范围内的话 这个主权一定是绝对的 就是说你像欧盟的成员国 它本身 它对它的货币 已经没有主权 因为它是用欧元了 但是在它的这个 有主权的那些方面 那它的主权就是绝对的 就是听它的 就没什么好商量的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是整个这个主权概念 就是从这种非绝境性 非绝对主权的这个概念 就是说 你在某些方面有主权 有主权那个你是绝对的 但是不是所有的都是绝对的 而绝对的主权上 就是所有东西都是绝对的 这个呢 实际上是在欧盟 已经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了 欧盟都是 都是这个这个部分的绝对 或者是不绝对的总体主权 那么这种主权的概念 在今天看 上是和国际上的国家 与国家的关系 显然是一个非常相关的一个事情 我们还是回到康德 康德在这上是怎么看的 借着他呢 我们再看一看 今天是这个国际 国际上的这种国家 国家之间关系和主权的之间的 这种逻辑上关系是怎么来的 首先康德是看的 就是当一个国家呢 和另一个国家的关系 他这假设的就是一个主权国家 和另一个主权关系 实际上两个主权 或多个主权关系相互的关系 有一点像什么 基本上就是自然状态 就是每一个主权国家 和另一个主权国家 每人有自己的主权 你的这个国家内的事情 一切由你定 但是他的国家由他定 那你们俩之间由谁定 没有 没有一个更高的 那因此就说 你这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的关系 实际上等效于 在自然状态中 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之间的关系 就是我和你 可能是没有 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的 互相的这种 更高的权威来管我们 那我们俩实际上就是 按照Thomas Hobbes的话讲 就是in a state of war 是一种战争状态 尽管这种战争状态 有可能说 你可能很难想象 加拿大和美国是战争状态 但是in theory 从理论上来讲 这两国家是有完全独立的主权 因此他们实际上是 发生战争的 这个可能性是没有人可以阻止的 他如果想打起来的话 所以呢 在这样的话 康德建议的就是 康德的建议的就是 你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就必须随时准备 可能要和别人发生战争 因为你是一个主权国家 他也是主权国家 谁也管不了谁 那这样的话 那就有可能 一个国家就随时有可能 和另一个国家发生战争 当然回到康德讲了 你如果要想决定发行战争 是由最好是由你的内部的人民参与 就是说人民参与 是做这个决定的过程 要有人民参与 因为是人民是 co-legislating members of the state 因为他们是 等于是说 如果他们是有社会契约的 这种概念隐含在里面 你要决定打仗 他们都同意的话 那显然他们就有skin in the game 因为他们就会真正的参与这个战争 他们就会有真正的动机 如果你是强迫他们去打仗的话 那有可能就是最后这个战争 是不正义的战争 因为他们是用血用肉 你是没有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 那么这个呢 上市康德这个概念是非常重要 今天仍然非常重要 而这也是正一点 也是正是这一点 我们前面提到的 就是一个民主国家 在参加战争的时候 是很小心的 因为他的老百姓 要同意参加这个战争 因为老百姓的共同意志 决定了这个国家 是否要参加这个战争 而如果进入战争的话 这样的民主国家 他的战争的有效性 或者是他的战斗力 或者是他的得胜的几率 就会提高 当然在别的方面 假设是一样的话 因为他的这个战争 一旦参加 所有老百姓 实际上是跟他站在 真正的站在一起的 这个所谓的 是真正老百姓 通过民主议会 讨论的过程 决定这个战争 我们要打 不管什么原因 而不是被忽悠 被宣传 被洗脑 因为那样的话 他可能刚开始跟你打 打着打 突然他觉得不对劲了 我们实际上是 等于是我们在这 在这 在这参与战争 可实际上是 是这战争 以我们无关 像俄罗斯的一战 像纳粹的这个后期 都是这类似的概念 而这个当一个 一个 一个国家 这是 这下边一个建议呢 就是还是康德讲 就是一个国家 为了逃脱 就像汤姆涛 讲类似的 逃脱这种自然状态 最好要进入一个 Union of States 就是一个 国家和国家之间的联盟 或者是联盟 或者是联合 这个上次 今天所谓的这种 联合国的类似概念 那么进入这种 Union of States 就是每一个国家 做一个个体 或者每一个主权 做一个个体 进入一个联盟 那这样的联盟呢 进入以后呢 就形成一个 新的Universal State 就是一个 整个全地球的 所有国家 变成一个统一的联盟 然后呢 甚至有可能 有一个统一的君主 显然这个 这个是 等于是把所有的国家 去联合成一个国家 整个地球 就变成一个国家 显然这个 康德的这个理论 今天看来是不大现实的 因为我们很难想象 全世界的人 联合到一起 变成一个君主 只有一个人来管 这显然是不现实 那么另外一个选择呢 就进入 A League of State 也是多国的联盟 只不过这样的一个 League of State呢 就大家没有一个强迫性 没有一个强迫性 大家可以在这里面 讨论各种各样的纠纷 然后解决纠 缓解纠纷 然后进行妥协 或者怎么样 但是呢 他没有这个 League of State 这个整个的这个组合呢 没有一个强迫性 大家不听 大家可以离开 OK 就等于随时 这些里面的成员国 可以随时离开 这个League of State 上是191 一战结束以后 形成的 就Woodle Wilson建议的 叫League of Nation 上是类似的概念 League of Nation 没有coercive power 上United Nation 可以说也有点相似 像这样的一个 League of Nation的 类似的概念 那么第三个选择 康德讲的 就是Republic of States 就是所有的state 形成一个共和 所有的主权 组成一个共同的 共和体制 而这样的共和体制 就有强迫性了 就是强迫 有强制性了 就是你在这里面 你就要绝对服从了 就是大家有一个 每一个主权成员 在这里面 就像一个人一样 一个共和体制 就是这里面 有好多成员 每一个成员 现在不是一个人 是一个国家 或者是一个主权 每一个成员的主权 本身和共和的组合 是它的一个组合 是一个成员 但同时呢 这个共和体制 对每一个成员国 有强制性 就是说我们讨论 可以讨论 我们应该怎么怎么样 形成一个 整个的一个共和的 主权的组合的一个法律 在这个法律下 大家必须服从 这和前面的 League of States不一样 那个是你可以不服从 你可以离开 而这是你必须服从 这就有点像 今天的美国了 就是你这个国家的 这个体制 你进入了美国的 这个合众国 这个Republic 这个这个什么 这个美国的 这个Republic这个组合 你实际上是必须服从的 但是呢 当然它制定的 法律的过程中 你可以参与 你可以参与 辩论 可以参论 讨论 可以最后 可以进行投票 决定哪个法律 可以用 哪个法律 不可以 哪个法律 不能应该成立 但是一旦 这法律定下来 你就必须听了 这个呢 是第三个选择 就是Republic of States 所以呢 从康德的角度来讲 第二第三都是不错的 就第二就是League of Nations 你可以大家组合到一起 但是比较松散 另一个呢 是你可以组合一起 但是比较强制性 美国呢 实际上是属于更接近第三种 而联合国实际上是第二种 而第二种实际上是基本可以说是无效的 我一直对联合国基本是持极其的负面态度 联合国我个人认为是完全是一个没用的一个机构 瞎扯淡 今天看个联合国能干什么事 从我们来 刚才讲的这种 就是主权是在你的领土内有绝对的这个最终权利 但是实际上在二世纪的时候呢 这个主权并不是完完全全 在所有的方面都是绝对的 比如说1899年1907年形成的这个黑格convention OK 海牙公约 那这个convention里面就讲的 这实际上是在一战前夕了 就讲到就是哪战争里面有哪些东西你是不能干的 到后来当时还有一些其他的 比如说不能用毒气 不能用这个那个打工部杀伤武器 不能用什么的 就这种等于说你你可以跟别打仗 但是你打仗的时候你也有一底线 比如说你不能随便的屠杀俘虏 人家已经投降了 你把人杀了 那这实际上犯战争罪的 那这样的战争罪是超出高于你的主权 就是我是一主权国家 我把对方抓住以后我把全杀了 那这上你是犯了一个国际法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这种国际 就是国家的主权在20世纪后期 初期后期中期 逐渐就形成了一个高于主权的一些公约 那么这种是什么什么 这种就是国际上的一些基本的人的 对人的这种底线的一种破坏 可以通过国际上的一些公约来对你进行惩罚 那么League of Nations一战以后 本身也是对于发动战争的一些条件 做了一些约束 你超过这个约束 那你就可能发动战争是受国际惩罚的 但这说是说 但实际上League of Nations也没有太大的真正的效用 到了UN的时候 我们已经看到了 就是UN实际上就是里面写了好多这个宪章 那个宪章 一个就是说国家主权要尊重 其次就是国家与国家之间如果出现了纠纷 怎么样通过和平手段来解决 但是UN和League of Nations和海格的这个 Hate Convention本身都存在一个问题 它没有一个强制性 它有所谓强制性 就是说你犯了这些法以后 是你可以被惩罚 但谁来惩罚 谁来强制你惩罚 对吧 你看看这个 看看这个萨拉姆 我在这个两一战争的时候 他就开始玩毒气 那实际上他后来被惩罚 实际上你可以用这个 那是谁来惩罚的 还不是美国最后用什么NATO用什么烂七八糟 去惩罚他 可是实际上你中联合国上市联合国是没 无法去强迫萨达姆去do anything 呃 所以呢 这个某种意义上的说呢 就是说这种 呃 你可以名利上提出一个高于主权的一些东西 但实际上是否可行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 呃 因为什么呢 因为在国际上没有一个绝对的更高的主权在上面可以强迫执行任何东西 当然偶尔的会出现一个可以强迫执行的 甚至包括联合国早期甚至还真干过这个事 这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1950年的朝鲜战争 朝鲜战争是一个非常少见的一次联合国用自己的名义上的强制权 迫使金呃金大胖 OK 这个金日成 从北朝鲜撤回来 呃 因为什么联合国出兵了 而这个出兵是为什么当时能发生 就是因为当时的苏联 从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卧力 抗议 boycott 这个抗议 然后撤出来了 就是拒绝参加投票 结果没想到投这个票是联合 是这个朝鲜战争这事 这个事到底是是是他 他故意这样做的还是怎么做 我们先不说 首先呢就是因为他boycott 实际上就是因为呃 他想让中国中共加入联合国 中国没有加入联合国 他就开始boycott 所以呢呃 这样呢就是当时联合国就是有名正言顺的 当时的因为苏联是撤出来联合国理事国当时有四五个国家呢 当时中那个那个国民党还是呃 中华民国还是其中成员国 那四个全同意出兵 结果呢出兵 然后就以联合国的名义在朝鲜战争打了一场 所以联合国并不是 是美军在里边和去侵占连 呃侵占那个朝鲜 是联合国为了履行联合国的基本的宪章的条约 强制金大胖撤回来 那结果这就慢慢慢慢的演变成中共出军 什么斯大林出枪出炮 然后毛泽东献献一百万条人命 然后呢造成今天的金三胖继续掌权 那这个实际上早期并不是谁侵略神 而是联合国在执行 这个呢是历史上少见的一次联合国真正的有牙的一次 就是they have tooth ok 就是有牙可以咬人 但实际上后来联合国就再也没有这种咬人能力 因为这个常任理事国里面只原来有个苏联 现在又加了个中共 你就想想这两个在里面一搅和上这个常任理事国是什么事情都做不成 什么事情都做不成 所以呢今天就是在在在这样的一情况联合国是一点没用 那那我们调过头来看看像以其之外的有哪些机构有一定的呃这个强制性呢 一个是nato北约一个是wto世界什么贸易组织 还有一个是欧盟 ok这几个国家都是这不是这几个组织都是在联合国之外 但是他们在某种意义上都有一定的强制性 可以强制在世界上发生某些事 这个幸好有这样的能力才使这个世界上有一些的和平 如果这些都没有的话 今天可以说是就是这个流氓政权可以是肆无忌惮 可以想干什么干什么 但是呢但是因为有这些 看看今天的nato有多大的多大的power nato就是可以使波兰肆无忌惮 不能说四五件中开呃公开的可以跟这个跟这个普京叫板 我就支持乌克兰我跟普京叫板 如果波兰不是nato的话 普京早把波兰给干掉了 早把波罗的海给干掉了 早把这个什么什么这个这个波罗的海还不说还不算是nato 但是就是说这个这个普京把这个波兰的肯定的干掉 因为他波兰的历史上就是一个被人干的一个地方 这就不是这边干就是那边干 所以这个某种意义上这种主权的概念 就是一直在演变 总总而言之这个国家的主权从20世纪后半夜到今天 实际上已经逐渐逐渐的从Westphalia system这个概念呢 慢慢开始有一个新的多样化 那么这个呢我们后面呢再看一看它和这个所谓的 人权有什么关系 因为主权和人权是一个对立或者是有冲突的 在一个主权内有可能发生惨无人道的人权 迫害人权的事情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看 这个我们下一节接着讲 就是说事情 感谢观看